至于第三类的液体防水膜呢 它的好处是附着力好 延伸性强 富有弹性 但需要有适当涂层厚度 才可以发挥防水的功能 它的施工方法有三种 第一种是冷涂防水膜 第二种是喷噬防水膜 第三种是热溶胶防水膜 无论用哪一种 如果是在室内施工的话 就一定要设置通风系统 工友要佩戴防护手套 口罩 眼罩 避免接触到化学品 而工具呢 就有刮铲 慢刀 喷枪 火枪 低压高流量喷涂机 湿度测量仪和测厚度仪 施工面要干燥 施工的当日天气相对湿度 是否符合生产商的指引 仪器合格以后才可以施工 现在我们就先讲一下冷涂防水膜吧 那也好 工友呢要根据生产商的大氧涂来施工 排水取口和地面的套管或者是管道都要涂上防水底漆 至于施工面是否上漆呢 那就要根据工程师的批合而定了 工友要沿着墙角线全面的涂上冷胶 而墙角地面大线就要涂300毫米宽 之后工友就要继续用厚度仪来检查防水膜的湿膜厚度 是否符合要求 如果验收合格的话 就可以由地面开始一直向出口方向涂上冷胶 然后再检查湿膜的厚度 又要做检查啊 把防水膜涂得厚一点就不用经常要检查了 測检防水的厚度是应有的程序来的 不是厚一点就一定好的 要根据设计的要求来做 这样才会达到最好的防水效果 如果工程师要求铺上纤维布呢 就要在冷胶干过之前做 然后在纤维布面上擦上一层冷胶 这样就可以加强防水膜的伸作性 当完成了防水膜工序以后 工友就要维好保护栏并贴上告示 至于墙角的凹柳线 就要用防水材料将它填满 记住凹柳线内不可以用胶条来填补 当防水膜凝固好之后呢 就要做联合验收 检查有没有气泡破裂 并用侧后仪检查防水膜的厚度 做好测试之后呢 还要记住补好被检验的位置 当渗漏测试合格以后 如果工程师要求铺保护卡纸时 就要全面地铺设 最后再清理好产地 围好保护栏 并且贴上告示 说到喷噬防水膜的施工方法呢 那就要先把底漆按生产商的比例 混合均匀并且办好 再用油滚 油扫 在施工面上漆上底漆 然后用手撒上水泥沙 以加强底漆和防水层的粘贴力 让它固化 等到用手触摸 感到底漆干了 就可以把防水磨料 根据生产商的指引 均匀地搅拌好 由于喷涂机需要调教 所以先要喷在胶纸上 来测试所喷出的厚度 是否符合要求 这时枪手和控制员一定要互相配合 才能达到施工厚度的要求 喷在施工面的面积 就要在1.5米乘1.5米 而且要顺方向来 重复地喷三次 喷两横一直 或者是两只一横 厚度大概是2毫米 在做防水磨的界面位置时 要先沏上生产商指定的底漆 然后才可以喷防水磨 接口位置呢 都有足够的宽度 同时要留意 重涂的时间千万不能过时 要特别注意 如果发现机器和涂料有水分的话 那就要立即停止喷涂 不然的话 就会使涂料产生大量气泡 当防水磨固化以后 就要用侧后仪来检查厚度 用火花测试仪器 检查防水磨有无气泡 即做拉力测试 一般以不少于2兆帕为标准 而手涂式 就只适用于修补程序 而且还要按厂家指定的 手涂材料和要求来施工